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最初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 我们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 把我们的劳动民进行的产品 生产出来这样卖出去 我们创造了那么大的贸易 移差 顺差 好 今天来讲我们有一个新的变化 过去我们卖出去的很多 买进来的比较少 那今天的话我们 随着我们收入水平的提高 我们的产业结构的变化 我们卖出去的这种出口越来越低了 我们买进来的越来越高 所以今天有进博会 在上海搞到进口博览会 这是第一个趋势要变动 所以我们未来的国内市场的中央性 越来越高 另外一个趋势是什么 过去我们的FDI 照常影子进来的很多 今天刚刚提到了 我们过去的这些劳动民进行的产业 开始慢慢的时期比较优势了 要转出去了 转出去自然而然会涉及到 我们对外的投资 是不是 我们的OFDI 这就是我们什么 第二个趋势 就是我们的这个 以前是FDI进来的 现在不是OFDI 走出去的是吧 我们走到一带一路沿线去投资的 这个趋势也要这么多 另外一个趋势就是 以前我们 这种劳动民进行的出口产业 主要是放在什么 东南沿海地方去做的 是不是 因为是过去看好商贸易 今天你们发现 有个大的趋势没有 我们很多劳动民进行的产品 产业的出口 现在反而是内地开始崛起了 对不对 这个我们的手机 你们的电脑 现在中国出口量最大的 不是沿海那些地区 是重庆 郑州 是不是 我们成都 我老家那些地方 都是很多 像内地地区 通过一带一路 这个出去的特别多 这是我们的这些开放结构 就发生了几大的变化 这些趋势你们要 自己去观察 对吧 观察 总而言之 我刚刚提到的这一系列 国家在15年 最近 一直的一个提法 就是说我们这要建立 开放性经济体制 包括自贸区 国家的新区 大湾区 对吧 这些一系列的 这是开放性经济体制 怎么去建设 就随着我们开放结构的变化 你因此利导的这些政策策略 是不是要更加改变 对吧 在来改变 甚至这是国家的 甚至每个地区的 每个地方的 怎么去参与 这个全球化 你们得可以去好好去梳理 你们不知道梳理这个案例吗 有国家的 看它的开放历程 对不对 你国内案例 哪怕是一个区限 对不对 你要去看那个区限 怎么去参与这个全球化的 对吧 最后都很有趣的故事 对吧 这个是我们在讲的 开放经济的 我们休息一下 接下来我们在最后 这个很短的介绍 这个周期理论 对吧